那到期只为七十一回的李星鲁退优工不完 因为正在够几几十万块的杂片电位 说他一直都没有6万万块的电位机来给人过 这位杠官他的银行靠着 李星鲁路上世界工化 交出家境破案提关卡和密码 做新靠着来面五十万块来给人领导 中心经服务经过将近一年的经班 终胜代部于23回 李星鲁主为宿的杂片集团干部查处 现在净凤一 杂片丁嘴向依赏合办 过来 观众警察 观众 减净经过将近一年的追价 最近终胜代部杂片集团 南宝齐一名七十一回李星鲁路 今年五月接到主亲电信公司人员的电位 说他缺国借电位仅2万块 已经提出告示 刷来就主亲检察官的人卡电位说 要将他的口祖进行感官 李星鲁路就终结检察官的知识 将驾金扑、提款卡和密码 放在一台保费汽车的动风保里 几六天了后发现口祖来宾 五十多万块都被领导了 出来的人知道了后才报警 他是以电话冒充检察官的方式 并且以击欠电话费为理由 并且要以冻结以及监管他的账户为理由 被害人心生恐惧 陷于错误当面交付提款卡以及存折等等这个方式 作为这个诈骗的一个手法 并且进行军局接到保安 结合上官团委开始进行 经过一年堆车 新台北五世、三世、 林世三名车手 并持续向官头堆车 将厚乘片集团为了高雄的古典 本分局接获此类报案之后 立即和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一大队、第二队 以及台中市警察局清水分局 共同组成专案小组 报请南投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 日前因掌握录影监视画面 成功的查获共犯车手等庶名 并持续向上溯源 成功的掌握该犯罪集团的主嫌及相关的干部 日前见时机成熟 缤纷多路前往高雄等处所 查获以林姓为主嫌的诈骗集团首脑 并且查获该集团等六名犯嫌 经红最近台北集团收闹 23回林世入住 以及21回都生入住 26回都生入住 经红他扎去 生日方测化丁罪贤上班 但受到诈骗的情意 并且无法导致回来 记者陈世藏宝都